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黄博士可以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件文物吗 可以 这件文物我们现在叫它作为凤吉鸳鸯含花之行观生 我们相信是一个唐代一个非常高级的女性贵族头上面的装饰品 那黄金金色的部分其实它都是铺满了那个很小很小的一些黄金的金珠 所以它的工艺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然后我们从一些现在知道的一些材料 我们知道包括唐代一些公主 她头下面一个装饰品其实就包含了这种造型的一些装饰 用了很多很贵重的材料 绿松石啊或者甚至于很磨平的贝克 用一些这么贵重的材料去镶嵌一个 禁忌是那个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装饰方法 一般贵族女性在什么时候她会戴这样一个非常华贵的这样一个头冠 从很多唐代的墓葬的壁画 甚至于唐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绘画作品 我们知道是一些很重要的场合会使用的一个装饰品 因为它用很多金珠去寄作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材质可能会垂着年月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相信这一种类型的一些装饰品 可以是一个女性一生里面很长时间佩戴的一个装饰品 那我们知道唐代也是融入了很多的民族文化融合极大城 我们想知道这些文物当中 您认为它融合了哪些文化特色 我们可以在就像我刚才所说 可以在更西边的一些黄金的事物上面 找到一些可以对比的特征 比如说包括土拨 包括于西边中西亚 更早期的一个王桥叫撒山皇桥 他们很多装饰品都是用不同的那些贵重的材料去那个商嵌 比如说看到有绿松石啊等等的 所以呢这一个棺上面的装饰品 其实是可以体现到中原地区的贵族跟西边的一些贵族之间的一个 在品味啊在审美上面的一个交流也体现了就是 今天所说的一带一路就是当时在古代在 中世纪七到四世纪之间的一个很密切的交流 如果你画一样的这些贵族 我们一定会知道 在京都参加了一条 每个人的家里 都会感到来 穾红桥 海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